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您是我见过的心态最平和的艺人 祝您成功 谢谢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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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找温凯拍戏 跟温凯没关系啊 杰克 下过了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你自己知道 这 自己拿着看一下 你省 造个孩子 需要有爱情和耐心的人 可你们医院 竟然找了这样的人 报纸上写的是客气的了 上网看看 都写些什么 是 您别生气 我们妥善处理这件事 好吧 您别生气 在医院发生这种事情 太丢人了 去把张天玉给我叫来 好 张天玉 主任 叫我去一下 我知道了 主任 您找我 天玉 来坐吧 坐吧 您找我有事儿吗 对了 我忘了问了 你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早就没事了 我已经上班好几天了 谢谢主任 是这样 天玉 医院呀 最近新招了一批专业的护士 所以这个护工呢 就不需要了 谢谢 你去财务那儿领一下 这个月的工资吧 这个就是张天玉 这些报纸经常糊弄人 前阵子不是闹腾过一段时间吗 其实不一样 新报上你看看 不管是有消息 连网上上都有呢 都有帖子了 不会吧 帮上大明星 还在这儿当护工啊 他这次可惨了 红水已经和他姐约了 唉 想当初他可说的偶像呢 真是红颜祸水啊 红颜 我觉得这张天玉 也不怎么倾国倾城呀 嗨 人家有手段呗 两个姐妹搞一个 哎呀 不这样子 乱了 意见就是乱了 哎呀 就这么地了 没你的份啊 什么叫围意见啊 这围意见就是乱 哎呀 大明星就是大明星 这一样 哎哎哎 哎小姐 给钱 一块一块 请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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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你呢 我去吧 我去吧 我在你啊 你也与我看你啊 你也别弄了 你去吧 一带你回家 我去吧 你会把我的 你去吧 我去吧 你都去吧 你会问一份 我去吧 我一直在想解你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形式之下 那些八卦新闻 闹了半天你都看到了 各大网站都看得到 我能看不到 那我挺佩服你的 还能坐得住 我以前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现在我觉得 只要自己觉得安心就挺好的 龙凯 你知道你身上最招人烦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你这股子自以为是不识时务的劲儿 对了 那天我让天悦给你那我朋友的电话 你打了吗 我还没谢谢你 谢什么呀 听说他们要请你是吗 对 你是说 对 这就是你不识时务的劲儿 不自以为是的救 你以为红尸公司势力达不到香港 他们就办不到 他们可以把你绯闻炒 这两天人也没跟你联系了 我告诉你 见到江湖的男一号 已经定了心人无怨了 现在看出私下的厉害来了吧 分开 你是不是特喊雪雪啊 你知道吗 其实雪雪完全可以在你第一次上她的时候 她就把你逼到现在这种地步 那个大小姐有仇必报 可是她一直没对你没这样 她一直在给你留机会 她一直在原谅你 那因为她爱你 你知道我是个粗性条的人 可是我都看出来了 她现在比谁都痛苦 除了忙她经纪公司那块 她又过来帮了我好多 她现在忙来忙去忙工作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她自己不想你 以前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们 可我现在啊 真是不忍心看了 我这不忍心看你们俩这么互相折磨着 文凯啊 你能不能再好好想想 我不问题 可是我们回不去了 什么叫回不去了呀 你说你叫什么劲呀 文凯我可以给你打赌 你看学姐现在这么整你了 如果你把手艺伸出来 她立马能扑你怀里了 杰克我知道你拿我当朋友 说的都是你的心里话 可是并非所有的事情 都像你想象的那样 你们认为皆大欢喜的结局 就是我要的快乐 不是的 谢谢你 你以为你真是大明星啊 跟我耍什么酷啊你 我告诉你 罗文凯 香港那个戏结不成了 你干什么要吓到 拍你些萨萨烂的戏 你拍吗 你不拍你吃什么呀 这么大房子靠什么养啊 我不会拍那些烂戏的 我有手有脚 我能养活自己 你自己养活自己 你会干什么呀 你除了演戏会干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 罗文凯 你天生就是个当演员的料 你除了演戏什么都不会 你养活自己 我给你 ANDRE 冯凯 如果你真的把我当朋友 你能不能告诉我 究竟出了多大的事 让你自己把自己逼成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凯 文凯 去 你去向雪雪赔罪 怎么 难道你要我替你去吗 那好 爸 我和雪雪已经彻底分手了 我们回不去了 我也不想回去了 什么叫回不去了 雪雪对你那么好 如果你也好好对待她 你们之间怎么会到这种程度 你说她整你 换了谁 谁都会整你的 人家怎么对待你 人家的父母怎么对待你 可你呢 不是 你也不想碰她 我不想碰她 是 也不想碰她 你不想碰她 哪有些云青 你不想碰她 也不想碰她 我找她 我把这个地的房子 也不想碰她 还看她 这样 我感到想碰她 男孩 我需要她 她都 insight她 一旦您来了 就多陪我几天 我上去换件衣服出去买点东西 温凯 温凯 你是张天玉吧 您是伯父吧 进来 请坐 坐 伯父好 你看 漂亮吗 挺漂亮的 这是我让温凯送给雪雪的 其实啊 温凯和雪雪的感情一直挺好的 是 他们俩在一起已经好几年了 现在心气赶过去了 在生活的磨合中 磕磕盼盼的事总是难免的 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第三者插进来 那对他们的感情伤害就是很大的 人啊 活着总不能总想着自己对不对 总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 而伤害其他很多人 而且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处心积虑得到手的时候 也许就变质了 我不是怪你呀 可是自从你出现之后 都给文凯带了一些什么 文凯的心眼好 心肠之日很容易相信别人 也就很容易被人利用他的善良啊 伯父 您的意思我都明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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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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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看 没有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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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看 明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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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看